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官成败 12月2日下午进入萧永帝区包围圈时 他又不和李明协同作战 吓得神色慌张 可是为什么在正式要进行突围时 他偏要坚决反对打出去呢 战后 一些将领被俘后反思这场战争 认为杜玉明这次听信邱清泉放弃突围 完全是一个大错误 错失了唯一的求生良机 对于邱清泉反对突围的原因 众人认为有两个 一是邱清泉认为解放军届时会不战而退 第九军少将师长周凡说 他邱清泉一直认为解放军只能打十天 如果打到十天 能消灭不了敌人 就会主动撤退 然而邱清泉的这个看法 经过增援黄柏涛作战的失败 已证明完全是主观意测 可是他还是没有醒悟 在进入骁勇地区包围圈后 他又判断解放军充气量不过能打的二十天左右 仍然坚持以见说 共军过了二十天就会因粮食不够 又担心我军增援必然会和过去一样自动撤退 如果能坚持二十天 不被消灭 我们就能打到胜仗 这个理由好荒诞 他竟然以此说服了主帅铸玉明 邱清泉反对突围的还一个原因 是他遇好不能 为什么 自从内战开始 邱清泉气焰嚣张 不可一世 但实际上是挨打多 胜仗几乎没有 无论是苏北 陆西玉东的任何一战 在战略部署上 他无不是以主力取手势 一部取攻势 战后 无论伤亡损失如何 只要没被解放军打垮 就捏造战况 大肆宣传 1948年6月 在玉东战役中 他用这种战法迟迟不进 断送了驱寿年兵团 被蒋介石给予寄过处分 在徐州东增援黄百涛作战时 他又用这种战法 致使黄百涛全军覆没 因此 各方面纷纷指责他保存实力 做事不救 接着 邱清泉奉命增援黄围 黄围没有突出重围 他又逃走 因此 这一次 他即使逃出了包围圈 恕罪并罚 蒋介石也不会放过他 既然难逃一劫 邱清泉便死活反对突围 和大家一起来个几败俱伤 最后被援军救出去时 谁都是支离破碎 老蒋救谁 包括他邱清泉也没办法去严惩了 邱清泉一方面怕死 一方面又不敢逃 也没有做死的打算 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天后 解放军自动撤退的幻想上 甚至 他还对手下亲信说 即使将来真正总崩 愧 几十万散兵有涌如潮水般的向外流 鱼还会有漏网的 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 我们打败了 还可以到大别山去打游击呢 由于邱清泉的反对 布玉明大军失去了突围的机会 几十万大军最后全部覆灭 邱清泉也没如原来设想的那样 成为一条漏网之鱼 毕命于总崩溃的战场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